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e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了這個台北市信義區的Lawrence餐廳 那這間餐廳是我每一次生日都會來吃的餐廳 那它是在這個課題國際大樓裡面 那是在外面的這邊 就有一個他們的餐車的Mark 那特別的地方這個大樓還有一個裝置藝術 叫做金剛犀牛 蠻大一個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經過這邊的時候看一下 這邊有寫的是這個藝術家私立人製作 有興趣的朋友就按餐廳看一下,有這個簡介 那進門之前的話會有警衛來過濾你 然後再進入餐廳這樣子 那再來就坐這個電梯下去地下一樓 那去年也來過 那這邊就是這間餐廳外面的沙發區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就有這個餐廳的簡介喔 那相信上網也查得到啦 所以就略略拍過就好 那這邊就是進入的地方喔 很氣派 那大門就是金黃色的喔 很漂亮 那這間牛排館就是我目前心目中第一名的牛排館 目前心目中 那這個進入的地方就是很氣派 然後陰陰約約就可以聞到這個牛排的香味喔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水晶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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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王先生 是 就是慶祝生日兩位的 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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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你好 謝謝 你好 謝謝 好謝謝 好那我就分段照啦喔 那這個是他們午餐的菜單喔 好那價錢在這邊喔 可以按暫停鍵慢慢看喔 那收費上大致上就是這樣喔 好 兩位之前有來過我們餐廳用餐嗎 嗯 是 有需要再幫你稍微介紹嗎 喔 好那麻煩你 好 那我們歡迎在去牛肉排餐廳 可以看到菜單的中間有四種不同的牛肉排 那基本上這四種牛肉排的做法 還有肉質都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分量上的不同 那這四種的話都是低溫烘烤 所以吃起來的話是比較軟嫩多汁的口感 到主要會有十福拉准 你的餐廳到桌邊幫你線切 那另外餐廳上會有三種配菜 奶油香甜玉米米米香濃菠菜泥 以及奶香青豆可以裝好一點來搭配牛肉排一起用 在餐前的話都會有麵包 還有桌邊線拌的冰蒸肥脆沙拉 接下來會有開胃菜以及湯品 都是二選一 今天的話開胃菜會有牙胸小黃瓜卷 還有創意開胃菜是山藥燻鮭魚 湯品的話是怕吃牛肉蔬菜湯 以及你的創意他們是玉米濃湯 底下兩樣肉排的話可以自由選擇 要不要夾狗 再來的話就是主餐 除了剛才提到那四種不同分量牛排以外 底下這四種就比較乳烤類的牛排主餐 那這四種就經過高溫乳烤 吃起來香都會比較有嚼勁 也比較有口感 帶一些焦香味 那上面四種低風烘烤就比較不一樣 底下的話則是非牛排的主餐 餐後的話都有甜點和飲料 那你們就再看一下菜單 如果稍後對菜單的問題 如果喜歡點菜的話再跟我說 謝謝 因為他這次開胃菜跟上次會不一樣 所以我可能會點創意開胃菜 好 那就看看喔 要幫我點菜嗎 那我想要點那一個就是經典 食用神牛排 那小姐這邊呢 有一個那個什麼自然紐約 自然紐約課 那你想要去七分熟呢 七分熟 七分熟 還是我先幫你準備五分熟看看 因為他的話是高溫爐烤的話 一下子準備七分熟的話 太熟了沒有辦法再回生 那五分熟 咖啡菜湯幫我選一下 想要吃鴨胸還是要吃山藥燻鮭魚 我要那個山藥燻鮭魚 山藥燻鮭魚 都是山藥燻鮭魚 那湯品想要喝法式牛肉蔬菜湯 還是要喝玉米濃湯 我要那個法式牛肉蔬菜湯 玉米濃湯 餐後的飲料 咖啡或者是茶冰的熱的 我想要冰咖啡 冰的美式哪一瓶小區呢 我要美式 美式冰咖啡幫你調整嗎 不用 先生呢 美式冰咖啡 冰咖啡調整嗎 不用 就不要加糖就好了 好 那就幫你們整理囉 謝謝 做一下幫你們準備麵包跟沙拉 謝謝 那福生就很親切這樣子 那個餐廳就是很氣派 所以生日的話我最喜歡到這裡 這個moment就是 讓我覺得很自豪 好 好 那喜歡這個高級典雅氣氛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就是這個很高檔的餐廳 好 那這個好像是叫什麼 斐濟水吧 好 那上次喝過覺得普通啦 就是普通的水 好 礦泉水啦 但是喝起來就是像水一樣 就這樣 這邊是現場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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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現場麵包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喔 對我還沒有拍到這個餐廳的上面 它上面都是用這個 很漂亮的水晶燈 做裝飾這樣 好 打擾喔 那就再來 我們兩個準備了二次著名的冰鎮 北特沙拉 搭配上特製的葡萄酒沙醬 在這邊 等一下 喝一、下個 吃 好 有 喝一、下個 喝這 這幾乎 好 好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最著名的這個冰旋風翡翠沙拉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他剛講的是這個調味料可以佐他們的調味料來使用 去年的有比較清楚的收音到 那沙拉就長這樣 然後連盤子都是冰的 包括這個叉子都是冰的 好 那現在就吃吃看 那裡面還有一些蛋啊 調味料之類的 佐料 好像有什麼甜菜根吧 然後還有這個葡萄酒醋在裡面的樣子 嗯 好吃起來就是一個很典雅的感覺 清爽典雅 好 生菜吃起來很清爽喔 然後 葡萄酒醋的味道很不錯喔 算是這個生菜裡面我還滿喜歡吃他們沙拉的 就是調味的還滿清爽的 好 那各位朋友可以參考看看喔 那生日啦或者是跟重要的朋友見面 這家餐廳還滿高檔的喔 嗯 嗯 好吃喔 然後 這邊的醬汁還有一點酸酸的這樣子喔 蠻開胃的 很好吃 很好吃 好 現場氣氛也不錯啦 放這個清音樂還滿舒服的 好 那這個沙拉分數我覺得是95分啦 好 冰冰涼涼很好吃這樣喔 好 這個是沙拉的部分喔 咦 還有一點這個炸麵包 麵包丁 麵包丁 吐司丁麵包丁 吐司丁麵包丁應該都可以喔 好 那差不多是這樣喔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麵包啦 好 那就是用手剝開然後把這個奶油塗進去喔 好 奶油在這邊這樣 好 就可以塗進去喔 好 最主要是麵包跟這個奶油的香氣啦喔 然後去年我有吃過那我說這個很酥脆喔 那想必經理還是一樣 就純粹是奶油跟這個小餐包的香味喔 好 很好吃 然後這個好像是可以再續的喔 好 那分數95分 就是純粹的麵包跟奶油香 嗯 嗯 一個可愛的小配角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就是開胃菜的部分 很漂亮喔 好 那這個就是開胃菜看起來還蠻大盤的喔 好 那這個開胃菜看起來還蠻大盤的喔 好 很漂亮喔 但是分量少少的 哈哈哈哈 好 那這個就跟去年的不一樣喔 好 現在吃吃看 我覺得可能用湯匙放會比較適合 好 就燻鮭魚喔 還不錯 它上面這個是某種調味料吧 還蠻好吃的喔 最主要就是這個鮭魚的肉質夠肥啊 然後這個是 好 吃吃看 好 很抱歉喔 我剛吃我不知道什麼喔 就炸過了某種 東西 然後配生菜 好 這個是山藥喔 那上面還有一點 應該是魚子醬吧 應該是 嗯 好 滑滑嫩嫩的喔 然後帶點這個魚子的香氣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分數是90分喔 因為它剛剛好像 不是很想講解的樣子 那這個就是 創意開胃菜喔 這一次的 好 謝謝 喔 喔 喔 很特別 謝謝 謝謝 喔 原來是上桌之後再淋這個牛肉湯喔 然後我在想這應該是很標準的這個西式牛肉清湯啦 它裡面就是有蠻多的紅蘿蔔跟牛肉丁這樣 好 先喝喝看湯頭好了 好 先喝喝看湯頭好了 琥珀色的湯頭喔 嗯 嗯 感覺上就是那個蔬菜泥的味道啦 就是那個 洋蔥炒紅蘿蔔然後炒到變成泥狀喔 然後再去製作這個湯 其實以前那個我有炒過啦 蔬菜料 要炒很久喔 才會把這個 洋蔥跟紅蘿蔔的甜味跟椒甜味炒出來喔 會有那樣的味道 嗯 這個菜因為我知道它這個要下很多功夫喔 所以這個是95分 嗯 很有這個蔬菜甜度的牛肉湯喔 可以點點看喔 還蠻高雅的感覺 很好喝 喔 湯的顏色蠻漂亮的 當然中午吃會比較划算喔 就是會有一個套餐這樣子 那晚上的話可能就都是要單點喔 所以我從來沒有在晚上吃過 哈哈 好 很讚 蔬菜的甘甜度很夠喔 然後牛骨的味道 淡淡的這樣子 然後嚼到肉的時候 還有一些這個牛肉的味道喔 好 都小小的小小的這樣 應該是修那個牛肉的邊 然後去順便做這個湯這樣喔 嗯 嗯 那小小小的這個 是 在你準備課的它的話是高問題 好 所以幫你畫比較瘋裂的方 所以大家看稍微 看哪一把你握起來 感覺會比較適合 這個比較漂亮 哈哈 這個會比較利啊 小小小的嗎 那算 沒關係 這個都比較利 因為就是為了讓你比較好切 好 謝謝 就跟亞語蝦一把試試看嗎 喔 好 那就這一把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牛排到還會比較有力的喔 嗯 會不會是雙人排的 好 總之看起來不錯喔 好 等一下就切切看喔 我媽媽的準備的是辣跟醬 這邊是鮮奶油口味吃起來比較滑順 另外邊是原味吃起來比較強 有點像芥末 可以搭配牛肉排一起用 好 先生的話 牛排有想要吃幾分熟嗎 三分 五分 七分 到全熟 五分 要加點配菜嗎 玉米 鍋菜 青豆可以綜合 不用喔 就原本的就好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你好 好 那這個師傅就跟我去年碰到師傅是一樣的喔 我來看得到個人的家庭 我來看得到 全部都在還是很簡單 我來看得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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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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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